來儲存 那元素是使用什麼呢 索引位置來依序有沒有 這個叫依序 所以 剛剛有一個重點就是Hudset其實在排序上面 並沒有那麼方便 可是在ArrayList這部分稍微 比他強一些所以 不一樣的需求你可以用不一樣的 這個 所謂的集合 類別去做處理 然後一樣可以做新增 插入物件的動作 然後也可以告訴我們的Size 就是裡面資料有幾筆的意思 然後也可以什麼呢 動態 可以自動 調整整列的尺 尺寸的一個 動態整列 所以之前有同學說 老師那整列的大小 我以前整列說我如果已經給了幾個那我要再調整怎麼辦 沒辦法 因為Java的規則就是 你就幾個就 只能幾個 那怎麼辦 如果你要再多幾個 很抱歉 不然你就再建立一個正列 本來只能放五個資料 你要放十個資料 那怎麼辦 你再建立一個可以放十個資料的正列 再把這五個資料 資料 放上去 放進去之後 再增加 後面無筆資料 只能這樣處理 可是如果你用Aredis 就沒有這個問題 你隨時要增加 隨時要刪除 都可以 或者是全部增加 全部刪除 也沒有問題 另外這個Aredis 在那個 Android 裡面 Android裡面有那個 原件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 看到 有沒有特別注意 就是有那個什麼 Spinner 下拉選單 相對是像這種 那還有就是說 有一個叫List ListView 就是說可以放資料的 那像放這個資料的話 一定也要用Aredis 暫時先把資料放在Aredis 再把它丟到 比如說像Spinner裡面 也要先放在Aredis 那你的清單ListView有沒有 也是要先放Aredis 再放進去 才可以 不然的話 他 沒有辦法接受 非Aredis 的那個 集合物件 所以很多人 如果沒有學過這個章節 然後 主觀看